《祝福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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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開始還是趕快來看看 今天連生活佛給我們帶來什麼 寶貴的開示 这个第三个问题 师尊的弟子当中 有些已经归十几二十年 综合而言 师尊看这些弟子在修行上 是否有哪些需要再加强 改善的地方 又有哪些是值得加喜 跟感到安慰的 我的回答 五个字 利益 利他 要加强 利他 要加强 也就是我们的弘法人员 对于利益众生的事 要加强 因为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就成如今 就像这样子告诉我们 佛陀的教化 是利益众生的 不是利益 佛陀一个人 佛陀不是自己 捷悟就好 他是要所有的众生 捷悟成佛 这是他的本宴 所以今天的上师 跟教授师 法师 助教讲师 所有的同门 你如果要做一位菩萨 要成就自解解他 只有华菩提心 利益众生 不是利益自己 千万要记得 佛教我们 释迦摩尼佛教我们 是要利益所有的众生 而不是利益自己 所有的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各位同门 任何一个佛弟子 要以利他为主 所以 有一件事 要跟大家讲清楚 损人利己的事 不能做 那只是增加你的业 有几件事 是不可以做的 利益自己 但是害了众生的 你不能做 你自己有利 众生有利 你可以做 对你自己不利 对众生有利 你也要做 对众生没有利益 对你自己没有利益 更不要做 一句简单的话 损害别人 利益自己的事 不管你是口头上的 文字上的 行为上的 都不能做 因为那是造业 我们来人间 业障已经很重了 到沙伯世界 业障已经很重了 你还造业 那不是重上加重 你本来手铐 是被铐住的 现在连脖子也铐住 连脚疗也铐住 所以要解开这个 真正的法印 利他要加强 我们生活中 在利他方面 要加强 所有的弘法人员 还有各位同盟 利益众生 至于那些损人利己的 损害别人利益自己的 你用眼睛看 今天就好好的异佛 我不是讲说 只有在我们内藏寺 好好异佛 我是讲 全世界上的佛弟子 都要好好的异佛 地藏王菩萨有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如此大愿 蕴藏了多少功德与慈悲 经过多年策划整理 最新出版的地藏经讲解 你我绝不能错过 大愿地藏 好 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来介绍的是连海上师 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连旺上师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本来我们的执行企划 李孟燕小姐她就是很有兴趣这个话题 她一定要我们讲这个话题 那就是亲子教育 其实我真的是蛮好奇她为什么蛮喜欢这个问题呢 因为她都还没有结婚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场就做一个市场调查 所以我后来想说算了不要我输了 干脆就麦克风一个轮一个 从未婚的想征婚的到已经发婚的 到已经这个有小孩的恨 在这个迷失当中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轮流来发问 请教一下上师对不对 也有这个没有结婚的 没有结过婚的上师有结过婚的上师 那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开导好不好 首先是由谁 好来 未婚的 我们大家今天都未婚 然后呢你到现在还是想要未婚是不是 不想要征婚 有时候觉得在绣这个针缝蜜的时候 还是要跟外出或是说 但我们在绣的话 也希望能够找一个很契合的这样子 很难是不是 好像有一点点 好他要访问旁边这个 今天你真的是逃不掉 你到底坐下来这一刻 这个事情就很棘手 听说你有广大的亲戚朋友 都是这个爱护着收视观众对不对 对 好那没办法 你只好违背着你的良心 就顺应着 电视频前的观众 你该说什么呢 谢谢大家 结婚真好啊 你要这样讲啊 对不对 不错啦 不错 那是有什么样的心态变成愿意结婚 你是有什么心态呢 本来你好好蛮想有一种看书对不对 看多了对不对 对 你有一种怎么样的想法 本来啦 在还没有交往之前是想要专心走修行这条路 那既然有这个缘分了那就去圆满这个过程 圆满这个过程 好我们给她掌声 然后再来换谁 已经生的 好我们现在来看已经生的 我们今天真的很难得 因为基本上有宗教信仰的女性比较多 我们能够这样一次排开都是男的 酸甜苦辣都在里头 好这个是苦的还是酸的还是甜的 我们来看看 酸甜苦辣都有 都有 对 你本来我们先从本来 怎么会想要结婚的 因为发婚了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师姐会看这一个 结婚 所以结婚是对的 所以没办法 所以一个是为了他家的师姐 一个是为了他妈 对不对 全部都是为了别人 那甕不利呢 现在换你了 我的想法 我只想音乐 好酷喔 其他人没有想到 这才是符合我们歌手的条件 谢谢大家 那我们再看看后面呢 据说后面小孩已经快生出来了 牧羊人 好欢迎我们这个电脑动画 电脑动画的工作伙伴 听说你孩子已经快出生了 对下个月 好 那所以你现在应该讲是酸甜苦辣 还是有躁郁症呢 我觉得都还好 都还好 那我是看到他是最正常的一个 照理说小孩快生出来的爸爸 会非常的无所适从 对不对 爸爸的话就是一方面快乐 因为总是自己要当爸爸 一方面就是说 这小孩出来的时候 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从来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会那种不确定性很多 那怎么你有了一个 还会愿意第二个呢 这个是我也不晓得姻缘 好那今天有谁要代表问问题 来请教上司的呢 那我觉得还是你比较有问题 那放眼看没有人愿意承认他有问题 你觉得要问什么 是管教小孩了 现在变成演发这个问题 对啊因为我现在生活当中最大的困扰 就是我两个小孩 然后一个小孩已经很吵了 然后第二个小孩更吵 然后两个加起来呢 不只是double而已 交互了那个 所以我们家整天 几乎都是尖叫声然后吵闹声 然后骂小孩的声音这样 骂小孩对不对 所以我们前几集讲说什么 加言语暴力你会吗 有时候忍不住 你会打吗 尽量克服 打的时候 几乎我是不赞成打 但是有时候会不小心 脚会伸出来 但是呢 打了之后自己又非常的懊悔 说我干嘛又要打了 因为明明知道是不对的 所以说有时候真的还需要一点定义 好这个可以再问罗中庸 这个可能未来会做爸爸的 你觉得呢 当那种遇到小孩子很吵的 该怎么办 赶快 现在脑筋急转弯 就跟他一起吵啊 很另类 好 那沐阳人呢 马小孩要出事了 在这里有个问题要请问上司 如果说自己小孩 以后也皈依了师尊 也是生活中弟子 那我们做爸爸的 以后在管教小孩的时候 也会有不小心打下去的情况啊 那这时候会不会犯根本十字大戒 金刚 金刚兄弟起认证 好 这样一天 这是一个 等一下你们一定要集体合照好不好 好 就会想出这样的问题 对啊到时候师兄不好意思 该怎么办呢 应该是 好你还是要再回答 就这样子啦 父母管教小孩 不算家暴啦 我们不算家暴 因为父母爱小孩是天经地义的 而且他是出自于这种本心 那么一般小孩 我们通常都是不会舍得骂也不会舍得大 一定都是他比较皮对不对 我们为了要他比较那个听话一点 所以我们才会用打或用骂的方式 让他稍微受教一点是这样 所以我想说你只要是出于一种爱心 为了他好 只要是这种立场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啦 可是在对于小孩子 哎呀糟糕 我要再这样忽然插到一个 今天没有上来的那个林学音 赶快把他抓进来 我们要访问 刚刚是全部一面倒的都是男生的说法 我们来听听看施暴者 你坐在这个 这个很苦恼的爸爸旁边 好 那么你刚刚讲 上次竟然这么慈悲说 为了爱孩子 打他都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来谈一谈 因为他很想借由我们的节目来发表一下 他这个施暴者的心声 我觉得施暴者其实 觉得想起来都是很痛苦的 因为不经意是你自己 而且对孩子的那种伤害 那可能是造成他心里一辈子的一个痛点 因为那个时候 也是就是说 我是觉得就是说 理上面 可能大家都懂了 对孩子要爱 要怎么样好好的去教导他 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 无名的这种习性加上这种 好像就是说脾气各方面 就是说当有时候一些什么事情 他一招惹你的时候 可能你马上就口上就爆发了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 就是说 在小孩子小的时候 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最残忍 最坏 真的很残暴的一个母亲 因为在家里面我是老大 所有家里面的人都怕我 小孩子什么事情 也都是要经过我的同意 可能今天他们考试 没有考到我想要他的那个分数 那你会怎么样 我就 第一个一看到后考卷先撕烂 第二个呢 就是把他痛骂一顿 有时候呢 在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当中 也可能就是耳光就上去了 然后头就给他敲下去了 然后可能就是拳打脚踢 就这样下去了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当中 就是 然后我是说 常常讲一句话 痛是痛在你身上啊 我又不会痛啊 然后在这个当中 我是发现到就是说 不是像上次刚才讲的说 你这个出发点是为了要爱这个孩子 而是就是说 你完全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情绪不稳定 你自己的情绪不好 然后你因为一点点的事情 然后你觉得你 你没有办法忍受 然后你就去施展出来你的这个脾气 那还有一次就是说 对我那个儿子 我儿子那个时候大概才三四岁吧 然后就是 我正在帮他洗澡 然后可能就是我想到说 我今天带他出去的时候 他可能正在 就是说做一件让我觉得很没面子的事情 或者说我想起来很 让我觉得很很很气愤的事情 在洗澡的那个时候当下 我就把他抓的是遍体鳞伤 然后把他整个整个身体那个那个都把他抓烂 然后像有点歇斯底里这样子 就是一直抓一直抓 把他抓伤了以后 然后他的尖叫声 然后这样子 隔天去上幼稚园的时候 老师就说 你身上这个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说是我妈妈抓的 昨天洗澡帮我抓的 然后他老师说 你妈妈有暴力倾向 所以每次在跟小孩子 有时候在谈到回往这个过往的当中 这个对孩子这个残暴的这种性向 然后造成孩子有时候就是说 在这个心理上的这种伤害 是非常非常大 那时候你并没有接触佛法 那个时候是接触佛法 但是刚开始并没有实修 并没有实修 那后来就是在经过这个实修了以后 就是说慢慢的自己的心境 习性 脾气 就各方面 你得到就是说 怎么样去更圆融这个家庭 怎么样 那我们等一下听上师回答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方便 我们现在先问问看 这样子 这个女儿看完以后会不会释怀 给一个点头或者是还需要 OK了 恭喜你 那就没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要出于这种爱心 像刚刚他把他的故事讲出来 因为他那种打小孩那种出气 他那种是出气 那不是出于爱心 他的出爱点是什么东西 你是为了我的面子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当父母的很重要 当父母呢 你打小孩的时候 你要马上查询你自己的心 你是为了你的面子 你是出气 你还是说在外面受了气 你要把这个气 转到他的身上来平衡你自己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一定是反面的效果 那一定是亲子分离 那么一定是结成怨愁 一定会这样 对不对 现在隔了那么多年 那你女儿会说也没有关系 那表示说这个是大家的亲情 他觉得他可以原谅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在管教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了 你出去了那个心 是不是真的爱心 如果是真的爱心 你打下去骂下去 他当然他当时会哭会痛 但他回过头来之后 他会感激你 他真的会抱你 因为他感受到那份爱 那是真的 但是你是为了面子 然后是为了要出气 对不对 让你这样子出气的时候 那一定是分的 一定是分开的 所以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讲说 我刚刚讲那个就是说 如果你是真的出于爱的话 对方感受到的 哪怕你就是一巴掌打下去 他还是回过头来抱你的 是这样 因为他感受到那个爱 他感受到那个爱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 他晓得他错 他晓得他错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看过一个 同门在教学校女孩 对不对 他把女孩打一顿 打一顿他在那边哭 然后他旁边有个视野 一看到了他不明就里 他还以为是 是这个女儿受委屈 他跑去问那个小女孩 他说你为什么哭 他说他爸爸打我 他说你爸爸为什么要打我 他说因为我不乖 他讲因为我不乖 不是说小孩子不懂 小孩子完全懂 是真的他的错 然后你是为他好 要改他的错 对不对 那你是出于这种爱心 你这样的屁股 这样打底下 他在那边哭哭 他心里晓得是他错 那五字在你小孩 知道是他的错吗 他也知道 不是下一次又再犯 你会像他那么严重吗 抓 抓 应该是不会啦 不过他刚讲的情形 我可以理解 就是他可能 就是说 以前他 我不想 就是说他可能以前 他也曾经经历过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有时候像我也是 在我打小孩的时候 我脑中回忆的是 我小时候被打过 我小时候被这样被打过 所以我的下意识里面 我也会想要说 打小孩出气 这个是一个心理学 研究过 就是说 所以说 有时候是 所以说我也不赞成打小孩 是因为你这样打他 你要想说 你这样对他以后 他也会这样对你 所以说这个是对 在儿童心理学里面 是造成很大的伤 所以我是 也是赞成说不要打 那如果说能够像 这个师姐跟他女儿 有过这样的一个沟通过 就这样很好 这样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这样很好 连望上次有没有补充 我以前比我 父亲打得很厉害的 他直接 怎么会忽然 你不是幸福美满的小师 但是 我的父亲 我的老师们 打我很多次很多次了 我都觉得很快乐 很爱他们 我觉得很快乐 很爱他们 从来没有说恨他们过 没有这种念头过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对啊 很快乐的 所以师尊是牛酬熙的乌烟 你是什么 爱我 好 所以 这样子看来 我觉得还是一个心态 心态 心态很重要 被打的小孩 被打的小孩 他的心态 他是很快乐 他又要讲 我已经补充这样 我觉得我妹婿的小孩 比较幸福 他不用打的 他将要提罚罚战 小朋友都怕他爸爸 叫他罚战 对 可是有时候罚战太花时间了 因为他比方说 你要 小孩子要做功课什么 他去一去战的话 他又会延后 他所有要做功课的时间了 所以你真的没有 可能他课也不重 像我们这个时间都排得好密 你只有打最快 而且就是我现在都是讲清楚 就现在已经打 比方说今天是五下 明天就预告 那你觉得你下一次犯错 你打几下 他自己讲 他就打还好 我们家以前原住民的同胞 喝醉酒之后 把他小孩子摔死这样 哎哟 那是喝醉酒 对 这样就不好 我是在想 在这边我还是要呼吁所有的父母亲 对小孩子的教导 尽量都是希望能够纯纯这样子散导 不要用打的 对啦 因为打不是方法 对 这样如果说是学这个佛法的来讲 如果孩子做错了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可是可以把他念经啦 念什么高王冠心真经多少遍 或者怎么样来代替一个替法 你旁边这个父母妈妈有打吗 不敢 你上次说父母都没有吵过架 你觉得不可思议 你也没被打过吗 我小时候会就是在教育你说 真的你很皮的时候一定是会被打 那你记忆深刻吗 你会记忆深刻吗 会 会喔 一定会啊 还是会喔 对啊 可是这样表示那个是有效果的 好那下次请你妈也来哭一遍 所以还是会啦 还是会 所以他刚刚的呼吁 所以这个一切都是一个心事 对 你那个意识种下去 总是就要有那个一个因果关系 对 所以还是要 要小心 要小心 那已经发生的话 我们就还可以怎么办 已经发生 比方说有伤痛的 没关系 假如今天不能平均 跟就是跟我说你当面好好讲 因为你要晓得他完全懂的 他的感受跟你感受一样 他也是懂事的 就当面就老老是跟他讲 对啊 就跟他讲惭愧嘛 就跟他忏悔嘛 这样子 父母可以跟儿女忏悔的 是可以的 怎么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自己做错就是做错嘛 对我们要服从真理嘛 就是这样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那你儿女一定是跟你抱过来的 一定的 就这样 好 那么这样子的解答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满意 地球越来越热了 人心越来越冷了 在这样的城市中 如何找到安心 如何找到清凉 2007年联生活佛 夏日最新行脚实惠 梦幻的随想 配合庆祝联生活佛诞辰 我们特别随书附赠 佛曲大师李炳宗 和奥不令合作的 姚池金母心咒CD专辑 两人优质的嗓音 创造出姚池先进的庆幸 这样的庆生 这样的心意 希望您能珍惜 联生活佛最新著作 赠送于你CD 吴圣燕文集第194册 梦幻的随想 大家来找佛 在上个礼拜我们问您了 珍活宗台中太平同修会 举办荔枝节 其中最亮眼的是什么摊位 答案是联生活佛的书展 您答对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 在7月1号高雄 举办庆祝联生活佛 六志晋三佛誕 勤活住室大法会 当天的高雄出现了 这样的天空 许多人都拍下了 这样的照片 请问您在这张照片 大日里头 您看到了一圈什么呢 下个礼拜 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